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直都问很久的 关于快耕植物的一间咖啡店 也是朋友开的 就在附近 好不好我们先吃东西 第一次来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走啊 从这个位置过来之后呢 在这里进去 看到这个一路口腔没有 这边是公交站 然后从这里进来到这里 就是这栋楼的四楼 感觉好像是不太方便 但其实他找这里是有原因的 最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天台 就方便种很多植物 那么这一次关于快耕植物的摊店影片 请请作为一个新鲜领域的展示或引路 不是什么快耕植物的种植指导或者建议 那初衷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像黑走这样的优秀店铺呢 可以给到大家更多的机会 在实际购买种植之前呢 先有一个了解和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吧 那毕竟不是每个人的生活中呢 都适合快耕植物的种植啊 所以同样的种植方法 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的生活环境啊 希望大家不要紧紧通过影片呢 就种草入手吧 那毕竟都是鲜活的生命嘛 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也认真对待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大大小小的生命啊 哦对了这一次呢 谈话的部分可能因为聊太嗨 所以忘记切换语言啊 不懂粤语的朋友真的很抱歉 如果有些部分看字幕还是看不太懂的话呢 你可以评论区留言再跟我们详细讨论一下 你们不是总有人说想让我拍一下我那些快耕植物的东西吗 然后那其实我想了一下就 我自己那些植物呢 品种算不算特别多 然后每一种可能就一颗 样板比较少一点啊 所以我觉得讲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详尽 帮不到大家太多忙了 所以就今天约了一个朋友来到他这边的植物咖啡店啊 他之前垫在同山口我都具体会把地址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感兴趣可以过来看一下 今天也算是一个探店的视频吧 然后就让他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各种品种的一些区别 然后比较适合新手入门的一些种植的品种 以及他有一些算是文创周边类的产品吧 比较适合新手入门的一些基础的用具 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OK我现在来找了 然后等他一会 一定要有一台风扇 选什么最喜欢的 棋树吧 棋树真的很漂亮他这样长 其实我最近比较喜欢我自己的那一个就是 红莱岛大吉 我觉得他真的超可爱 这边有双头也不算双头 两个但同一根的龙蛇蓝挺漂亮的 龙蛇蓝一般都一朵一朵的 这个两个一起还挺好看 然后这种多头的线牙工具比较少见一点 当然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就形态上来讲会更加饱满然后更怪异吧 这个其实真的很漂亮 不过这个就是真的是土豪玩家之选 你可以看到这种是健康的存活的状态 这边这个也是他叶子什么的 身体的状态都是比较健康的 然后失败案例都摆在这里 所以大家玩这种东西今天要三思 没了就没了 一二三都没了 然后另外我不太了解的领域就是这些 鹿角蕨蕨蕨蕨我不是很了解 因为我没有什么玩过这种 不过看起来还是很帅的 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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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的 冷的 OK 然後又買回來 給雙工地去買完又買回來 沒有的就買了 很怕重複 鹹魚也有 但一定沒那麼齊 所以我這麼多 胡家裡很多嘛 老怪素 你們有三個金錢 是千塊 你拉開條 左臉好嗎 打進去 你人不進去我怕你會 玉苗要這麼高溫 就是要這麼高溫 全部都是七樹 現在珍珠再出來 還是要有空調 現在要 都可以進去 都可以進去 那些是要掛上網賣還是放下面賣的 這邊這個溫室全部都是正在調整狀態的植物 就是 把根穩定的話 他就拿到下面去 然後他們是打好盆一起賣的 那你覺得是 用膠盆是會好一點 還是一定要用陶瓷 但如果你這麼多的話 你做個陶瓶好了 好你真好嗎 是 是 各位人收拾 還沒打算買的 因為這些很多都是賣的 然後再買 是彭徐來的嗎 不是 還沒有 正式名字是沒有的 然後樣樣都有一些刺又像一種 魔教育 對,又像象牙蜈 像以樂的鹽又像象牙蜈的鹽 幾種東西混合 都是一些人配出來的 不是,它就說是兩個產地的中間位 就是這樣 一邊是捲葉,一邊是植葉 它的身體都不同 對,就是有這些果印的東西 大黑和鞠甲龍,鞠甲龍都推介新人 入門的 鞠甲龍都OK的 鞠甲龍都對 就是比較難死 就是休眠期要懂得斷水,要懂得過 我們之前看過長年都不休眠 不休眠的? 就是它冷嗎? 它不肯休眠,就是你每天被它吹冷氣 它自己都是有調整的 它的身體會 因為它不是原地的,這些是國內帶的 所以沒有什麼所謂 入去這麼爽 有靠通風那樣的,就這麼大也快 就是鞠甲龍,就是鞠甲龍 就是鞠甲龍,就是鞠甲龍 只要有鞠甲龍,就是鞠甲龍 就是當它普通花,就這麼爽甲龍 看到了,這支線的 那個叫什麼?彎曲龍 彎曲龍? 對,就是這樣 少少水 最好是像這樣,在下面,釀著水 讓它慢慢燙 如果家裡有加熱電,就要加熱電 就是讓它的水蒸發 人類生根 理論上是這樣 理論上 用到家裡 很多時候,有些鞠甲龍 很久都生不到根 都會用這個方法 如果做不到,就只要拿出來 就水 這是什麼最後的方法? 這些包,其實就是缺水 就是可能 筋都包 就是可能三個月半年都不淋水 它會收乾 所以才包 才包 其實如果你想正常 就是這樣 你一收它 譬如你本年不要淋水 就收回一個包 也不會死的 不會死 是最容易 最容易 應該才是最適合新人 又不用淋水 是 不過拿回家裡最重要 都是換一個圖盤 通風 最重要 最重要是通風 全部都是推介的4粒圖 全4粒 全貨 沒有通過一粒 譬如你七樹的那些 混合少許泥坦 就看它十五粒 是 大部分都不走 什麼時候都是熟過一粒 就很不中 譬如有些桃 就不賣住 就三百多粒 酒瓶蘭 胡克酒瓶蘭 胡克酒瓶蘭 它下面又有少許像龜鞠 好像是 這批東西 每天都看它過癮 好像過蔥 是 章是出業 太香的 他們現在最貴的是 銘珠鞠 很誇張 十幾二十萬 好像那些福桂樹也很貴 福桂樹我們上次差一點 差一點 但又幾萬 又不捨得賣 都不是很大棵兩棵 哇 誇張 它有些香臭 還是有什麼味道 有少許 真的不買臭青味 其實你不覺得它臭 就知道 下去吧 上去關門了 是 因為有很多人在這批 是 他問你我回到這裡 你不應該拆了上次兩棵 當然 因為拆了相機 要放下去 那我一兩天 就去看幾多個小時 對 很誇張 然後每個人 家裡的情況又不同 例如你拿回北基院 又不同 地溫10度 你很難標準化 這些東西 最好就是你 你最好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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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矜貴 你最好就是你 下個月出貨幾隻給我 好啊 我就是打算朋友才頂 就全部做 就是全部給透明 一燒就會有那些 嘩漂亮 然後都留下了 都算復刻 好啊 因為你同時太讀 是啊 不想再讀 是 它的效果挺好的 就是透明 但是你自己朋友才可以 你這樣 如果買出去的客人 它又會說 為什麼又有這個 是啊 應該不是透明 哈哈 解釋一下 你給我解釋一下 話我上來講 這棵女投翁 女客人 她其實是投獎 投到的 就是什麼 你投獄 你投 你應該就這樣 然後這個是圖掌 如果不圖 它真的得夠 都很有趣 就是我之前店裡面沒有陽光 得體育 對 然後畫得很好 好漂亮 這個是最像那個 醬 醬 是不是 你鬆小 千萬不要覺得它要塞 就浇水 千萬不能浇水 浇水就玩了 不要被塞 什麼 說什麼 天使獸 有什麼特定形狀 配特定品種的植物 淺滿 淺滿 試過 沒有 要醉 試過是和諧 跟著 都不會太泉水 是的 所以就是闊口下面收窄的那些碟型 碟型 碟型 好像這些 真的沒辦法 沒得選 沒有那麼快 是的 你沒理由鋸它 首選都是推薦比較淺一點 會漂亮一點 沒有 試過 是 這麼淺 好像這個 可能它的筋是推到這裡 是 那你就唯有越深 如果這個深度又要淺的話 不是很闊 就越鋸了 就是鋸了 再重新拍筋 這樣就可以 但是 好像沒什麼必要 這樣對它 是 這種奇奇怪怪的特條 我也是第一次試 龍蛇蘭 它的名字叫做 它這裡所有的特條飲品 全部都是以這邊塊 跟植物的品種來命名的 然後這杯就叫龍蛇蘭 但是它 其實跟龍蛇蘭沒關係 它成分是什麼 紫天椒黑加倫 咖啡 芒果水蜜桃 繞裡面試試看 有點害怕 又甜又涼又辣 還不錯其實 辣就不會很誇張 但是 會給到你嘴巴足夠的刺激 還挺過癮的 哇 不錯欸 挺好喝的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歡 但是這個 真的不錯 啊 呢 畫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